3. 连读病患者 伤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 。 我是Coco。 我喜欢的电球无铁。 好球! 这位就是我们的主员工汪乌卡 小明卡卡 今年四岁 球龄嘛 从一岁多打第一杆球算起 也才两年多 如果不是跟卡卡打过几杆 还真不会相信 他会有那么厉害 一岁的小孩 一般人家讲话都讲不出 先何况拿球杆打球 卡卡一家住在安徽省广德县城的郊外 院子里摆上了一张黑巴的球台 另外还专门盖了一间斯诺克的练球房 这位就是卡卡他爹了 汪银 80后年轻爸爸 我们亲切的叫他汪爸 汪爸自己就是一个狂热的台球爱好者 也是卡卡的台球教练 也许是家里突然来了客人 还有一些奇怪的设备和灯光 卡卡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打球 连续击球是卡卡的结果 据说他曾经创下了15球连续击中 只需8秒的记录 四岁的卡卡身高还够不着球桌 为了方便卡卡打球 王爸围着台球桌定做了一圈木板将台阶垫高 用的小球材也是特别定制的 长85公分 重约400克 比1米45长的正常台球杆 轻了一半多的重量 卡卡用起来诅心应手 状态一好 即使高难度的贴裤球也难不倒他 卡卡一岁多时 打进了人生中第一颗台球 这让王爸突然有种强烈的预感 莫非卡卡真是个台球神童 你别打进 我 我就感觉很好玩 很奇妙 小孩这么小可以把球打进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以后 可以站在斯洛克最高的舞台 拿到最高荣耀的冠军 可以说王无卡卡打台球 是王爸老草的设计 首先这个名字就大有来头 一位是苏格兰巫师西金斯中的巫 另一位是阿里斯克卡特的卡 于是两位世界顶级台球手名字中 各取一个字 小孩的全名就叫 汪无卡 另外孩子还没有出生 汪爸就专门给他订制了一张台球桌 只是没想到卡卡刚四岁就已经有两张球台光荣退休了 他早就超乎了我的计划想象 三岁多的时候就可以打低竿了 而且长台左右手都会打 左右手都会打 这不是我的计划 出乎了我的计划 如果不找老师的话 他会停留在我这个水平线上面 汪爸带着卡卡在俱乐部练球 不一会儿 四岁的卡卡就成了众人的焦点 谢谢 性格外相的卡卡 出生牛独狐帕虎 几分钟的表演 就把台球俱乐部的老板给征服了 年龄这么小 球技这么高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 经常来俱乐部打球 生意响不火都难呢 有了这个小心思 俱乐部负责人当场决定 只要卡卡来打球 完全免费 同时邀请他们多停留两天 因为后天 俱乐部就会迎来一位高手 他可以安排卡卡 与他切磋一场球 我看到我旁边这位 郑宇伯呢 看完 出号二号 看完 是目前中式台球的领决人物 是 郑宇伯刚刚击败 世界顶级球手 苏格兰巫师 约翰·西金斯 赢得了2013年 全国中式台球 中英对抗赛中冠军 能与这样的高手过招 是很多台球爱好者的梦想 但卡卡似乎很不给面子 我才知道 我乱染 看他在哪里 我乱染 有一点点 在耳朵 碗水的 我乱染 面子 我乱染 我乱染 在冰淇淋 温暖 赶紧 clouds 我乱染 那怎么了 现在 在跑的 你们看了什么 陈基督 也不是 面子 你呢 你去看 你去看 干嘛呀 现在不再开始了吗 不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进去了 下手飞 还有 再慢 下手飞 下手飞 三个 三个 二个 我看你人 我腿损了 你太服气了 然后我这次 我给你损了 我怎么办 我zelf 我扶我 好 好 拉铁 好 好 好 吃回来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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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來 請來 卡卡加油 等不等 慢點 慢點 小小年紀的他能否擊敗台球冠軍 汪霸帶卡卡來到世界級台球高手對決現場 毛髓自見 拜師奧莎麗文 卡卡能否如願 與九球天后潘小婷初次見面 又將發生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真的挺特別 然後我也覺得 如果以後他可以打到職業級的話 應該是非常精彩的一個人生 稍後請繼續收看小小無冕王 卡卡加油 等不等 等不等 慢點 慢點 好 不等 趁累 馬上 走 好 好 好 後 走吧 好 四岁的卡卡输给二十岁的郑宇伯 这完全是在汪霸的意料之中 她的目的就是想让一直在小地方 没有对手的卡卡知道 外面的世界比她厉害的台虫高手太多了 同时希望得到郑宇伯的指点 调皮很正常 但是她是她小 四岁 也不知道她以后能不能达成职业 但是希望她能达成职业 天赋特别好 你打 丢几个石头练习准处 你看见那个波浪了吗 就丢那里好吗 来 是背着啊 对 爸爸先丢啊 往那边丢 下来这么多 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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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奥沙利文 我教你了 我超越你 不要教你了 你爱我 我到斯洛克冠军 我教你了 我教你了 你 你听得见吗 你教你了 耶 他 我来 你 继续 我来 我来 你 我赢了 你把这个带,你把那个带,你走就放几带。 好,你耍耐力。 你这不是耍耐力,知道吗? 爸爸! 因为输给了爸爸,卡卡的心情起了变化。 我赢了,我赢了,耶! 他性格很外向,很活泼,很好动,而且也有脾气。 他打球说只能赢不能输。 一眨眼功夫,卡卡又跑着去偷玩。 可几次三番,汪霸也忍不住动怒了。 你打个交换口子的,上来! 交过来。 汤汤打的,不停话,交换不停。 听话好好打起来吧? 这些家里面都不停,交换换,拿来玩,判骨。 哎呀! 啊! 帮你来吧! 啊呀! 可以帮你来吧! 中小姐 我从来忘记你的微笑 只剩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山楼 中小姐 过后的夜晚 时月重重 我在哪里 听到我一天在走 爱上一瓶烟花 和我在家里没有讨厌 中小姐 过后的夜晚 冬小姐 到天堡冬小姐 小姐 看到了吗 鸟窝怎么不动啊 鸟窝怎么会动呢 小鸟在里面吗 小鸟的家吗 小鸟晚上就在里面睡觉 那妈妈陪她睡啊 小鸟的妈妈陪小鸟睡吗 故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个地方 直到这时候 卡卡才知道 爸爸并不是带着她出来旅游 而是为了看一场台球界的世界级对决 速有火箭之称的罗尼奥沙利文 对阵九球天后潘晓婷 作为台球界永远的传奇 奥沙利文也是年少出名 15岁时就打出了斯诺克147分的满分成绩 左右手开弓 出球不按常理 快速精准 与这位大咖对决的是台球界的美女 号称九球天后的潘晓婷 两人的比赛算得上是台球界多年难得一见的饕餐盛宴 两位世界级的球手在场上的表现 向比赛更像表演 潇洒逼落 汪霸为此次的山东追景感到非常的满足 他以为这样的高手较量一定会给卡卡带来心灵的震撼 可是他想错了 高门 宽荡睡眼 你咋搞错了 我没有一个 嗯 我没有一个 就这样大人们屏息观看 惊叹着眼前的大师级的PK时 卡卡却安然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了 可是汪霸来这儿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看一场比赛 他想着带卡卡去找奥沙利文 第一次说没 dónde 我的名字是汪霸卡 ·汪霸卡 ·汪霸卡 我的名字是汪霸卡 Nina Halo 大名字是汪霸卡 我是汪霸卡 哈阿 és意思 是 goats 好了 ilah 我围ま instant 走吧 没能和奥沙利文进一步的交流 拜师的话都没有机会说出口 汪八显得有些失落 可卡卡却很淡定 或许刚才跟他合影的人 只是一个外国叔叔而已 你最想跟谁打球 拍球进酒 拍球停 为什么 我不是要在里面打 当汪八自己才刚从兴奋 与失落的情绪中缓过来 稍稍适应了现在的环境 儿子却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他想和潘晓婷打上一级 人家是九球天后吗 世界冠军 不可能就是 如果认真打的话 不可能输给卡卡的 对吧 可是为了儿子 汪八肯定是拼尽全力 虽然潘晓婷也已离开建厂 但他找到了小婷的父亲 潘健 了解到卡卡的情况后 潘健建议汪八 去当地的俱乐部找潘晓婷 大概有这么多 我这时候也很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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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看不过 天后未来 看见 孩子希望的少年 看见 看不见 看不过 听也无边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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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过 一色佳缘 告诉你和我一起玩的朋友 没了想起 没了原谅 还有事 正在这些围观者中 出现了一个靓丽的身影 潘晓婷正津津有味地 看着这个四岁的孩子打球 虽然我没有看到过 小的时候的萨利文 但是我感觉 他的那个风格 跟他好像有些接近 左右手开工 然后描球的时间相当短 而且下竿非常果断 你在打一号二号的 按顺序打的同时呢 是不可以碰到其他的球 中低干 打起来 球感啊 跟手感很好 他除了打球 还喜欢做什么 还喜欢看喜洋洋 还喜欢 最喜欢的吃东西 吃鸣嘴 他现在的表现 我觉得已经超出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 所能想象的一种概念 然后我想这种状态 应该也很难有人再超越 他真的挺特别 然后我也觉得 如果以后他可以 打到职业级的话 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 看得见看不够 孩子希望的笑脸 看见 看得见看不够 天夜无边 看得见 看得见 看不够 看见 看得见 看不够 彼此佳原 我是Coco 我喜欢的蛋球无边 小小年纪的他 心酸却堪比电脑 被誉为超级大脑的他 真的无所不能吗 节目录制出现突发状况 饶顺寒挑战失败 泪洒舞台 遭遇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打击 他能否重拾信心 找回笑容 不希望他是一个天才 希望他是一个人才 不希望他有多高的智商 但是我们希望他有 很高的一个晴商 稍后请继续收看 小小无勉王 这里是湖北省猪算 心酸协会的猪心酸训练班 来到这里训练的孩子 都已经在猪心酸方面 有了较好基础 而眼前的这几位 更是即将去参加 猪心酸大赛的佼佼者 3196 1854 9251 1592 等于 11843 就要是11843 下一个开始 961 现在进行的这项训练 叫做听心酸 老师随意爆出一组数字 学生要不加思索地 立刻回答出 这组数字的总和 而接下来的训练将会更加激烈 老师随机出题 连续两题算错的学生 就要离开课桌 站到教室后面 最终将只有一名学生 留在课桌前 1799 四位数数 新算准备 开始 3416 8951 5408 3216 9675 5423 学 59684 15271 13605 -39584 50157 学 最答数 第一题 230988 第二题 99133 全对举手 全坐出去 好 今天胜的董冠军是谁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 最后剩下的这个孩子 名叫饶顺涵 他刚满八岁 已经在这里 学习诸心算两年多了 这两年中 这个孩子 长期占据 班上第一名的位置 是老师们眼中公认的 天才级学员 别想吧 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那么对数字敏感呢 他表现在就是 从刚开始到我这来成绩非常非常的弱 想要到最后能够一跃成为第一名 并且是基本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 那么就是一个他对数字的敏感 并且呢 他这个脑中成像非常的清晰 所以他这个在做计算的时候 准确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一五三号训练准备 看出 就往去 六号 看出 就往去 九二三 放过来 就往去 饶顺涵 不可思议的表现 让整个设置组的工作人员 都吓得目瞪口呆 但实际上 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天才 刚到这个培训班时 却只是班上的最后一名 他的座位 每天的座位 不是固定的 是论名次 就是我今天一天的训练 谁排的第一 谁就坐第一个位置 排的第二就坐第二个位置 去了的第一天 是坐到最后一名嘛 因为他 他什么都不会嘛 他第一堂课的时候 真的是含着眼泪上的 很不想上 很不情愿的上的 后来我说你来坚持一下 我是慢慢的 你会赶上来的 到了第二堂课的时候 老师就对他的执法 进行了纠正 好 然后就跟着别人一起上 他就马上 他的成绩 就从第16名 排到了第8名 然后慢慢的 上了几次课 他就已经能排到前三名 短短的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嘛 他就排到的第一名 大家好 我是来的 今天是苏峰跟饶顺涵 我还记忆有点和心脏 我来自武昌 十年纪度小学 在林教区 我必须上二年纪 除了我的饶顺涵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儿子新鲜 叫饶顺涵 饶教授 饶顺涵饶教授的超能力 可不仅仅表现在课堂上 日常生活中 他也会随时随地地 运用他的超级大脑 今天 一家人来到武汉 一家大型超市里 购物 在这里 他又会有什么 惊人的表现呢 好 好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购物完 饶脚肉 帮我们带到了一家土菜馆来吃饭 这是他们一家常来的一间餐馆 就因为饶顺涵让这里的老板 见识了他过人的记忆和计算能力 所以他只要来这里 就能刷帘打个八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他五岁多的时候 我们就能来吃饭 然后也是个爸爸在点菜嘛 在点菜 然后刚刚一点完 他就说多少钱 然后那个女人就拿着菜单在那里 就很傻眼的那种表情 就说啊 不会吧 然后呢 他们在房间里有点不相信 然后就叫 然后还有就给人家送了点 是对的 我叫他 我能不能把这个菜所有的价格都送了 还有下个送了 所以他就给我一个 那个 金卡 我就给他这里抓来了 好可爱 今年年初 饶盛寒参加了一档电视脑力竞技节目 在这档节目中 他仅仅花了几分钟时间 就记下了现场100件玩具的价格 并准确地爆出了观众随机挑选的 30件玩具的总价 速度比收银机还快 而饶盛寒电视节目中的出色表现 也让他成为了学校里的明星人物 成为很多小伙伴们的偶像 今天是饶盛寒期末考试的日子 饶盛寒这一次取得了语文科目的免考资格 实际上 由于他语术外成绩都很优秀 每一科他都享受过年考的待遇 也看过很多书 知识很广播 然后各科的成绩都很出类排脆 一边短短的小时 其他孩子怎么样也得要隔十来分钟 他大概就是读两遍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背下 反正从教这么多年 在数字方面 没有见过像他这么敏感的孩子 过目不忘 因为比较出名 所以说别的学都比较崇拜他 可能在与他一些交往 可以还喜欢他的 可以能够很开心地玩在一起 对于饶顺寒在学校的表现 老师们都是赞不绝口 似乎他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学生 但情况真的如此吗 饶顺寒的美术老师表示 有话要说 不要似乎 因为同学们的美术作业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而饶顺寒的美术作业却是这样的 可能对这方面兴趣不大 所以练习也比较少 所以它的整个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能力啊 那染色 複色的能力啊 没有还是比同一人稍微差一点 所以可能还是这方面它没有天赋 它的天赋都用在那树水方面去了 我们觉得心酸 对于我们来说啊 我们认为可能会很枯燥 没想到他第一场课的时候 回来跟我说 妈妈那个算盘好好玩 很喜欢那个算盘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说 他感兴趣 想学 好像我就问他 我说你第二段课还去不学啊 学去学 他说他自己学 他没想到他就这样子 就把这个心酸这一块 学上路了 打完了 饶顺寒在计算和计语 这两个方面的超成能力 让他拿到了上海交大 中国超级大脑人才库的聘书 参与合作研究 记忆棋盘 是饶顺寒的爸爸饶语 经常陪着寒寒 一起玩的记忆游戏 饶顺寒超长的记忆力 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爸爸以游戏方式 进行的这种日复一日的训练 黑 白 黑 白 黑 黑 白 黑 恭喜你 答对了 今天的记忆棋盘游戏 饶顺寒又一次 毫无悬念地战胜了爸爸 对于记忆他自有一套奇特当法 举个例子吧 五零零四 好 五零四 五零的 谐音 五零盟主 零四的谐音 零食 然后呢 来对 这两个编码发生故事 就是 五零盟主在吃零食 然后呢 如果你在记这个阿拉伯术的时候 你回忆的时候 你脑子里面就要在放电影 一样 记忆 这些是蛮好玩的 我可以填满金控的编故事 白就是零 黑就是一 好 这些年里无论是心算还是记忆 爸爸饶语都陪着韩汉一起学习钻研 饶盛寒成了超级大脑 而饶语也几乎成了培训专家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肯定会比他快了 但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会比我们快了 全家人的话都比不过他 那么这样也会对他有一个自信心的培养 他会觉得说 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好 好好玩哦 所有大人都比不过我 我可以超过我爸爸 我可以超过我妈妈 他这样自己会有一种自信心 如果说我们都不会 我们都不陪他的话 让他就会觉得说 凭什么我要在这里这么无聊 在这里打这个算盘 凭什么我要在这里算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干什么的 如果我陪他一起玩的话 那么他就会觉得很高兴 他就没有说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学习 他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游戏 或者是一项娱乐的活动 如今饶顺寒因为在众多电视节目上的惊人表现 常被媒体惯以天才神圣的头衔 但对于这一点 饶顺寒的父母 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饶顺寒不是天才不是神童 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 可能是说他在某一方面 某一些方面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了 每个孩子肯定都会在某一方面很有天赋的 只是说可能有一些家长没有发现 所以没有能够说更好的来发掘 来引导他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不希望他是一个天才 希望他是一个人才 不希望他有多高的智商 但是我们希望他有很高的一个智商 孩子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太自我 他的智商就是能够与人沟通 与人为善与人沟通 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 你不管在某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跟大家融入的很好 融入这个群体 融入这个社会 为了能让孩子和任何人沟通 能够融入社会 饶与涵的父母总是鼓励他去接触一切 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你看他什么都看 真的是的 在家里的话 游戏他可以玩 他可以和十七八岁的孩子 高中生来谈游戏 像有老人 懂历史的老人 他喜欢看历史吗 他可以跟人家谈历史 你在雍和宫 为什么取名叫雍和宫吗 他以前的名字叫雍和宫 这个是雍和皇帝 还没继位的时候 他住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说他是怎么死的 很吃 我就是吃药会死的呀 我现在是他 不看说明珠 跟一些二十六岁的那个哥哥姐姐 完全可以聊一些听歌唱歌啊 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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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 世界杯 打世界杯 他偶尔也去看看世界杯 他给观众一下比分 他给观众啊 谁回家了 你说 你说 德国 你不是说阿克林的吗 我 我说 我说德国 我打谁 我问你 我问你谁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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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你们在哪个车厢啊 我问你 你去的呀 今天 柔顺涵 她的状态 越来越不好 于是 逼着已经打了两个哈欠的她 必须休息一会儿 在一星二楼的情况下 首先要算出这个数字的答案 并且在算的过程当中会演唱歌曲 奔跑 三 二 一 开始 晚上七点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 节目录制 终于开始 再看一下 瑶顺涵之前参加过很多次电视节目的录制 从未出现过任何失误 但今天在心散表演的环节时 居然有两题是在检查过后才更正过来的 这加重了爸妈的担忧 三分钟 三分钟 各位 开始 进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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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第三位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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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女 女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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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着爸妈 一起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也是喜欢历史的他 一直向往的地方 故宫游览结束 正当大家在宫门外休息时 姚盛涵找妈妈要来了纸和笔 原来游览过故宫后的饶盛涵 居然诗性大发 那他的诗作究竟如何呢 对于饶盛涵来说 每个家长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 但是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 我对他的要求很原始很基础 首先第一 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生活上面生存下来 能够有生存的技能 然后第二 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 让孩子一步步的走 我只希望他到以后只要是能够 能够是一个有用的人就可以了 下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